郭德纲未报施恩 不惜与侯耀华反目成仇 不管怎么说 人家爸不死了 人家东西就得归人家孩子 这是错不了的 打到天边也热到了 你在这个关系 现在其实是刚刚开始的 侯大主人也要面临一个很重要的关系 您作为哥哥的话 他有难处会帮他 会帮他 这孩子打小就不容易 我叔叔打离婚之后 就没怎么管过人家孩子 欠人家孩子太多 2007年侯耀文因突发心脏病而此事 令人惋惜 由于生前未立遗嘱 侯耀华已代替侄女保管财产之名 转移了侯耀文价值千万的古玩字画 包括转走侯耀文名下120万的现金 以及追悼会当天所收的60余万份子钱 你收了人这钱 将来人家有事 你得还人这情 可是对方律师说 这个钱是给侯耀文的 如果谁说 我是给侯赞的 我是给侯耀文的 请他声明 我们一定 把他给了份子 用郭德纲的话说 就连玫瑰园的灯泡都卸走了 事后侯耀文的两个女儿 多次与侯耀华协商索耀无果后 于2009年一纸诉状 将侯耀华告上法庭 要求分割父亲生前的财产 郭德纲则表示力挺恩师女儿 并且愿意出庭作证 自此 郭德纲与二大爷彻底 瞬间掀起渔情风暴 最终这场遗产风波历时四年 双方已和解收场 但是两姐妹争取到手的 只有每个人的一套别墅 而且还有300多万的贷款没有还清 姐妹二人也无力偿还 由于别墅的车库设过灵堂 所以价格很受影响 几乎没人愿意接手 于是郭德纲用3000万 高于市场的价格 悄悄地买下了这栋别墅 还清了银行的贷款 剩下的2000多万 分给了两个孩子 当然郭德纲为报师恩 所做的远不止这些 恩师去世以后 将侯耀文的遗像 供奉在德云社的后台 每逢初一时午都要祭奠恩师 知道侯耀文生前爱喝可乐 所以供桌上 永远都放着一桶新鲜日期的可乐 并且将侯镇安排在德云社 为以重任 而且给予特权 即便是出现了重大舞台事故 也只是调侃几句了事 这是我师父侯耀文先生 留给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因为那个 刚才后台玩手机 所以没上来 侯爷在后台挨着我们 坐着玩手机呢 玩着玩一抬头 郭麒麟进屋了 屋里边就都愣了 下来了 下来了 小月呢 上去了 侯爷 今儿得扣侯镇50块钱 以上的一桩桩一件件 无一不体现出 郭德纲是一个知恩图报之人 有人说郭德纲恩帝报 仇必还 我小的时候学相上在天津 有一位老师教过我 我也叫师父 就是天津的相上老艺人 晋金来先生 可惜去世的太早 但是 就是他爷爷 他爷爷晋金来先生 对我最重要的艺人就是他爷爷 是他爷爷跟我说的 你一定要走 要离开天津相上界 否则你会死在他们手里 焦王正在沙滩困 异于点醒梦中人 当年的晋金来先生 除了对郭德纲 有点拨知情以外 而且在他的成长之路上 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晋金来先生觉得 郭德纲激情难易 便与好友杨志刚商议 一同收郭德纲为徒 虽说当时杨志刚默许了此事 但是后却不允许 郭德纲喊他师父 只能称呼其先生 晋金来先生则反之 不仅将毕生所学 授予郭德纲 又将他收为义子 并且引荐郭德纲 跟自己的好友学习戏曲 期间收获颇多 后来与杨志刚交恶 晋先生又极力从中周旋 才让老郭美宇了处分 直到晋先生看透了天津同行 势必要置郭德纲于死地 才劝说郭德纲去北京发展 没想到就是这个举动 改变了郭德纲的命运 郭德纲成名后 晋先生早已故去 为报当年的恩情 郭德纲费尽周折 终于找到了晋金来的孙子晋桐 再后来我再回去找 费这个劲他们家拆了没地找去了 费了好多劲 叨弄好多年 我才把这孩子找着 我就劝他你必须离开那 要不他们会害死你的 他带着他的搭档 祝贺松两个人一块到这来 然后也拜到我这了 我怎么得了人家恩 我得还人家的情 各位瞧我的博面 多关照 跟我儿子一样 晋喜同拜师的这一天 已经是九字科的第二次收徒 为报晋金来先生的恩情 郭德纲破格将他收入赫字科弟子 此一名晋贺兰 并发文感叹 晋先生有恩于我 后我天涯积履 先生辞世 为报施恩 群的贺兰收入弊榜 为怨辞子成财 进门有后 郭德纲为报赵本山恩情 不惜炮轰大学教授 2009年 小沈阳凭借春晚小品不差钱 一夜之间 红遍大江南北 素有娱乐圈纪检委之称的宋祖德 坐不住了 随后在博客发文 通缉小沈阳是恶俗小丑 也就是赵本山撑腰 轰不到2009年底 那么宋大嘴炮轰小沈阳 郭德纲为什么要鼎力相助呢 原因是当年郭德纲被同行排挤的时候 赵本山发声力挺郭德纲 2005年 郭德纲爆红的同时 或是也紧随其后 天津省秦专场的25次返场 让同行颜面尽失 我人公开评价郭德纲 人品不好没有异得 同行抨击郭德纲的象征 太过低俗 都是下三赖的玩意儿 江坤高举反三苏的大旗 矛头直指郭德纲 就在德云社父辈受敌的时候 赵本山发声力挺郭德纲 并突然给老郭带话 高诫他好好地坚持 好好地忍 这句话犹如雪中送炭 让老郭铭记在心 赵本山可能认为只是举手之劳 但与老郭而言 这份恩情终身难忘 赵本山曾经还对你挺力挺的 我以前老师非常好 我永远念人家这个好 当时四面楚歌圈外人 赵本山老师人家说 您不能这样做 郭德纲以后会很好的 他会成一会这样 你疼我那单说 我不敢成是我的一个 永远不可能说 但是此时此刻 我感激人 感激一辈子 念人家的好 人要知恩图报 2006年赵本山 拍摄落叶归根的时候 需要郭德纲 来客串一个劫匪的角色 老郭得到消息以后 表示一不容辞 连夜就赶到了剧组 随后老郭在采访中 谦虚地表示 自己只求不给赵老师 添乱就行 赵老师对我 对我们这个行业 一直就很关注 也很支持 包括我在一些时候 都得利于赵老师的 顶力辅助 信朋友的请 再来帮个忙 如此而已 力争不添乱就可以了 郭德纲真可谓是 明星露骨 感得难忘 劫草闲环 知恩必保